今天是2016年的第一天 所以我们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谢谢新年快乐 今天也是我们两个第一次在台上颁奖 是啊 所以在这里也要赶会国有巨盛点 赶会安徽卫视 把这个第一次给了我们 是的 而且呢 今天我们要颁的都是小鲜肉 老公你是小鲜肉吧 你说我是我就是 你永远在我心目中都是小鲜肉 谢谢 今天我要颁的这个奖励 最具前置演员展 请看大屏幕 零基五国剧盛点 最具前置演员 胡磊 有品 他是细菲美盛典 世外的开心国 16岁恰逢花季 他却已是入行十年的老戏工 个性张扬演技 读书一致的风格 镜头下的他 时而神秘俊美 时而野性聪颖 角色塑造一气呵成 他向世人展现出无限的潜力 基辛老师好 主持人好 对谢谢 胡哥的表情太细剧了 胡哥 谢谢 谢谢国剧盛点 然后谢谢安徽卫视 颁给我这个奖 然后这个奖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然后也要感谢我的粉丝 然后感谢我的父母 然后对对我的粉丝 然后我一定一定会继续努力 还要感谢对 蓝牙榜 感谢蓝牙榜 制片人和红亮 谢谢您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会继续努力的 哎呀 看着吴蓝站在台上 特别感叹啊 对啊 16岁 16岁 时光看在眼前 我说我怎么看 怎么像个儿子一样 从我眼前飘过 十年前还在演小哪吒呢 就是啊 这十年突然把你称成老细骨 你什么感受啊 没有没有 我称不上老细骨 我还有太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祝贺吴蓝 真是太棒了 谢谢 恭喜恭喜 谢谢 希望明年还有新的作品 更好的优秀的作品 好吗 谢谢 再次恭喜 掌声欢送 谢谢 也谢谢我们的红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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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在现场有老艺术家 有前辈 也有很多年轻的演员 是 让我想到 我们每一代人 在小时候 都会有你喜欢的童心 对 其实一讲 这个特别暴露年龄 你小的时候 你喜欢的童心 是什么样的 我就说 稍微近一点的吧 06年的时候 看家有儿女 里面特别可爱的 小雪姐弟 然后还有那淘气包 马小跳 等等等等 再往前 我觉得好像就是 闪闪的红星 等等了 是吧 但是你要知道 看到他们这些 嗯 童心 他们几乎的细龄 是跟年龄差不多的 对 然后看到他们 如今已经长成了 少年青年 你突然发现 哇 时间都去哪了 过得好快 流光容易 把人抛啊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 他们带给我们的那些 经典回忆了 掌声欢迎两位 年轻的老演员 杨子 吴磊 有请两位 演员杨子 吴磊 以阳光青春 积极向上的表现 成为90后演员中的 桥朴 用新生代演员的 蜕变与成长 为国剧发展助力 国剧盛点 向2016青春号召力的 两位演员 杨子 吴磊 致敬 其实特别好奇 很多人都说 童星从小很辛苦 一直在片场长大 好像都没有太多 真正的过过 那个童年的生活 你们俩仔细想想 有没有过过 真正的童年的生活 我童年就看 《家有儿女》过来的 看着那长大的是吗 其实我觉得 我过得还挺开心的 因为我从小 在一个我觉得 很健康的环境下长大 然后前辈们 老师们都对我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 我童年其实 还是很开心的 你呢 对 就是拍戏 我觉得 就像同学们 都有学兴趣班一样 有的人的兴趣 是弹钢琴啊 跳舞啊 那我的兴趣就是拍戏 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我也很快乐 很享受我现在的状态 很享受我现在的工作 杨子是不是生活当中 很少有机会 听别人叫你姐 对 我刚才还跟她说 我说我真的不能忍受 吴蕾居然是99年的 我比她大七岁 我的天呀 因为以前我觉得 我在剧组永远是最小的 刚开始叫人家 叔叔阿姨 后来叫人家 哥哥姐姐 现在被别人叫姐姐 就是那种落差感 你知道我多大 但是你在拍 《加油儿女》的时候 你也是一位小姐姐 对不对 但其实张一山 比我大半岁 那你会怎么形容你身边的这个弟弟 我觉得他非常的优秀 很敬业 吴蕾你好好加油 看好你 谢谢杨子姐 吴蕾你会怎么形容这个小姐姐 杨子姐非常的有亲和力 对 我因为我前段时间 有看到那个杨子姐 救救救救救 我觉得把杨子姐会不会 其实本人也就是 救救救那种 但是我见到杨子姐 有杨子姐非常亲切地给我打招呼 就是我觉得杨子姐特别特别好 嗨 我很随意的 你们俩合作过吗 有过吗 还没有 还真没有是不是 今后可以实现 有这个计划吗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当然非常想跟他合作 我的荣幸 也是我的荣幸 好 再次掌声献给杨子和乌蕾 谢谢他们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两位 继续努力 谢谢 说起当今 银瓶当中的东方美学 国剧的确是功不可没 给我们带来很多视觉的 盛宴 不仅这些剧都拍得特别精良 而且呢 我觉得体现了中国人的精气神和人情味 哪怕是过了一千年 依然让今天的我们不感到陌生 正点向新汉灿烂剧主 致敬 让我们有请新汉灿烂导演 费振祥 演员 吴磊 曾黎 宝建峰 新汉灿烂 以宅中鲜活 见真情温润 以角色成长 见家国情怀 作品拓宽了古装文艺的表达维度 打造了国风好剧的新春饭戏 欢迎四位 吴磊好像是刚刚过了23岁的生日是吧 是的 恭喜 生日快乐 谢谢老师 虽然只有23岁 但是演戏的生涯已经有20年了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你从哪开始呢 没有20年 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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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不短 差不多 不 19年了 记错了 记错了 这功龄够长的 对 功龄够长的 而且呢 他演过很多的角色 应该说是非常深入人心的 从马小跳 是吧 小飞流 其实要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就要突破一些固有的形象和角色 很不容易的 所以在这部戏里 你有一些什么体会 怎么样能够演出新意来 其实我觉得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演员来说 能有机会不断地去突破自己 我觉得已经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了 那《星汉》中的角色 林不宜 也是一个非常复杂 然后在我看来 非常有多面性的一个角色 有时候我都会觉得 是不是自己想太多了 但他确实是爱的时候就知真知纯 然后恨的时候又是那样的诡计多端 甚至说有点阴冷 就他多面性 有点天使和魔鬼 给予一生的感觉 是的 然后就是演的时候 确实有时候会被小林折磨的 磁续活来的 但是后来的结果 然后包括飞导对我的帮助 最后出来的结果 林不宜也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 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吧 然后也非常感谢观众 也是让人又爱又恨吧 但是说明你这个角色全是成功了 我听说拍这部戏还是挺不容易的 包括在40度的高温下 还要穿上那个整套的盔甲 这留汗得留多久啊 确实在当时因为在横店嘛 然后是夏季温度会比较高 但我觉得这些都是演员应当承受的 就是在不同的天气下 穿着不同的戏服去饰演自己的角色 其实比起我们演员来说 现场的工作人员们也很辛苦 大家都很辛苦 正是因为有了在场所有主创 然后包括我们剧组 每一位工作人员的付出 采用了我们心汉的今天 套路 已经开始说套话了 这词感觉是主持人说的 没有 真没有 宝建峰说 这就是19年老演员 这就是19年老演员了 你看这说话慢慢有套路 那这儿我还有个问题 要问问宝建峰了 你看刚才那剧组里 你就演皇帝 这个剧里又演皇帝 老演皇帝 有没有演的逆凡的时候 以后就不想演了 以后跟导演说 再演皇帝别来找我了 我还要接着演 只要你敢找我演 我接着演好吗 可以 我主要想听你 刚刚说完孟华路的皇帝 我看你现在该怎么 是这么回事 孟华路的皇上呢 一个字不能重 孟华路的皇上呢 好啊 他呢就演了一个叫做放星 什么事都很放心 但是咱们这个星汉灿烂的皇上呀 就演了一个操星 从头操到尾啊 就是一件事 就是零不赢 你能不能够澄清 因为这件事 所以导演才要找一个 看起来很操星的人 才能演这样的角色 很细心 但是我们导演是 我是戏里面操星的人 我们导演是整个戏 最操星的人 操碎了戏 所以导演这个姓好啊 姓费 太费心思了 是吧 导演不容易啊 那是不是我们还得问一问 我们的这个女将军啊 对不对 曾里演的是一个 萨爽英姿的女将军 同时还是一个 非常严厉的母亲啊 我觉得这个角色 怎么说呢 这观众啊 对这角色略有不满 但是因为是曾里演的 大家说我们忍了 哎 你说这人缘 都好到这个程度了 曾里 你得跟大家说说 这么多观众喜欢你啊 其实对于 萨云一这个角色 也是大家观众们 对我的一种包容吧 因为萨云一这个角色 确实是非常有两面性 有喜欢的观众 也有特别憎恨 这个角色的观众 因为她会觉得 萨云一这个角色 对于自己的女儿 太过于严苛 所以说看不到母亲 对女儿的那种 付出的爱 其实是她背后 对女儿的那种爱 是不偿于其他母亲的 那种表达方式的 对 她应该来跟我学学 沟通课 对 情感沟通课 她又不知道怎么表达 对 因为她作为一个 女将军 就是经常在战场上 冲锋陷阵 所以她对于她女儿 那种细腻的沟通 她是缺乏的 在这一刻上 她确实是需要 更加地去学习 再去从母亲的这一刻上 要怎么讲 再上一刻给自己 说对女性的要求 得多高 太高了 就是 人家过去是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这还得上得了战场 还得镇得住后院 这个实在是太难了 但是我觉得拍这个戏啊 演员还都是挺幸福的 因为有一个特别懂表演的导演 像废岛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刚才吴磊说啊 没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然后导演就说行了 你回去吧 我来 深怕这点 开玩笑 因为其实费导是一个真的表演能力特别强的 他在现场他走戏的时候会经常不由自主的 就是他会把所有在场的角色全部都演一遍 原来他是为了过戏就承担了一个导演的责任 谢谢费心的导演 谢谢 而且这个剧当中各位主演之间的关系也是让人精精乐道 精精乐道 比如说蕾蕾和宝建峰 对 我听说你叫他好大爹是吗 对 我有时候还乐意叫他陛下 陛下 刚刚在后台上洗手间 看你乐不乐意了 刚刚上后台我们说走洗手间 他说行 他冲着那个洗手间反方向就去了 然后我也是就不由自主说 陛下 这边请 我说哎呀 这关系特别好 对 就是跟哥俩似的 也能看出这个剧组相当的欢乐 导演你就没事偷着乐吧 对 好 那请你们各位回到台下就座 再次恭喜 也接受我们的致敬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心汉灿烂 谢谢 有请